因为新冠肺炎疫情严重 还请各位民众在室外保持社交距离一公尺 室内1.5公尺 清明廉价 屏东墾丁再次涌入大批人潮 屏东县政府担心人多拥挤恐造成群聚感染 派出当地远景广播 希望民众保持防疫的社交安全距离 而进入墾丁的民众也陆续收到疫情指挥中心 发送警示讯息提醒 呼吁民众要遵守防疫规范 经过这两天的宣导 那有民众有主动戴起口罩的状况 是有比较明显增加 可能人潮多的关系 那相对的距离没有办法保持那么远 大批人潮涌现 相对群聚感染风险就会提升 当地医疗负荷也是另一个隐忧 恒春基督教医院对此做好配套措施 如有紧急状况 就会提高防疫等级 这一次的廉价急诊人数确实有暴增 可是因为我们整个的感染控制团队有很好的预备 所以民众不用担心 那除了我们现在我们看到后方有一个筛检站以外 如果说人潮有到了一定的量的话 我们在院内的对面 也设了一个户外的防护筛检中心 远景和医护人员再次呼吁 虽然台湾武汉肺炎疫情还算稳定 但千万不要轻忽 保护自己的同时也是保护别人 更为在前线忙得不可开交的医护人员 减轻防疫工作压力 原始新闻巴朗 屏隆恒春 小伙伴不到 小伙伴不到